为什么同样是赴美追梦 曾凡博和张震霖没能留下 而崔永熙却可以签下双向合同 2017年张震霖进入美国杜兰大学 两年大学生涯 张震霖出战60场比赛 场均能得到5.8分2.3篮板 刚加盟杜兰时 张震霖的位置是小前方 但由于球队内线空虚 张震霖作为球队最高的球员 只能顶到中锋位置 这也造成了张震霖大学第二年数据下滑 空运技术也没有得到锻炼 在离校后 张震霖选择了前多事少离家近的CBA 而曾凡博作为除鹰计划的一员 在18年曾凡博就加注了温德米尔高中 第二年场均15.5分的曾凡博 就入围了全美高中明星阵容 2020年四星高中生曾凡博 进入佛罗里达3A第一阵容 那年11月曾凡博就官宣加盟钢萨加大学 由于俱乐部的建制 曾凡博放弃了钢萨加的机会 加注了点燃队 和张震霖相同 在点燃队的曾凡博 没能练出更出色的空域技术 在选修大会落选后 曾凡博也只能按照合同约定 回国加盟首钢 和张震霖 曾凡博不同的是 崔永熙给自己的定位就是防守加三三 所以他把这两项都进行了重点特序 其次 崔永熙的留美没有任何限制 广州俱乐部非常支持崔永熙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 崔永熙的追梦意愿非常强烈 根据耐高峰会世界队教练的描述 崔永熙是他见过最积极的亚洲球员 他丝毫没有胆怯 这样的崔永熙又正好得到了 华裔老板蔡崇信的全力支持 所以一切也都顺理成章